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还在工作啊 思辉 小伙子 你是在给我 闺女发信息的吗 是啊 我在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时间点 她应该还在上班呢 嗯 你饿不饿 都快到饭点了 阿姨给你做点吃的吧 不用了 阿姨 客气什么呀 你是我女儿夏末的朋友 阿姨怎么好意思 让你饿肚子呢 来来来 那个想吃什么你跟我们说 我让夏末她爸出去买菜 哎 别客气啊 我 厨房还在楼上吧 我去冰箱看看还有什么啊 哎 阿姨 不用客气啊 你阿姨啊 就是热心肠 想吃什么 我现在出去买 不用了 叔 冰箱里面菜都有 嗯 我突然想到 我还有工作没完成 我去工作了 这个台球你随便玩 那 那你去忙吧 等饭做好了 我们叫你 哎 好 谢谢 嗯 什么时候能回来 入职第一天请假不合适 等下班的吧 我怎么感觉 你爸妈把我当客人了 我之前怕我爸妈担心 就说房子已经收回来了 是我一个人在住 没想到 他们竟然来镇海找我了 这杯聚集的事情还没完 现在又装上父母了 这是为拒绝而已 不能这么轻易地放弃 如果以后 真的和夏末在一起 父母这关早晚得过 喂 陈总 有何吩咐 让夏末去做市场调研 市场调研 夏末他不是在负责 团建方案吗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别问什么原因 你只管用最快的 方式 让他有个正当的理由 离开公司 好嘞 陈总 我马上安排